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17号在台南与日本艺人黑泽良平正式举办婚礼 并于全台无事大宗词举行了传统的迎娶仪式 据台媒报道 婚礼现场双方用中文和日文相互致辞 林志玲感谢黑泽良平贴心建议回到她的家乡台南举办婚礼 黑泽良平则宣誓要让爱妻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在亲友的见证之下 双方为父母奉茶互换婚戒 两人昨晚在台南市美术馆席开16桌 场外聚集了5000多人 只为了争赌这一对新人的风采 两人晚间大方的现身 先走上二楼阳台向群众打招呼 再走出一楼大门互相献吻 让大家分享甜蜜 44岁的志玲姐姐幽默地说 之前大家都担心她怎么还没有嫁出去 现在可以安心了 林志玲的演艺界好友蔡康永 小S夫妇 黄紫娇 陈一荣夫妇等人 出席了婚礼 请不吝点赞 陈一言